您说 对 这个好听 这就是刘长珍给我的 这个叫什么 这个锯子 这叫和平板 这个锯子叫什么 这叫齿条 您再弄一下那个声音 大家好 我是北平秋天的美好 一会儿呢 老哥要表演的 这个快板段子 是他自己创作的 老年人的退休生活 但是他特别强调了 后面借用了 张长来老师 创作的二十之罪 这两者结合起来 很受社区百姓的欢迎 听了以后都受益 就特别接地气的 说完以后觉得挺好 二十之罪也是与人为善 是吧 对 劝你好 挺正能量的 挺好的 非常好 张来老师的学呢 送给您了 怪不量送给我呢 这叫什么材质 得嘞 来一个 说一段 说的是 我们温家街社区 有一位刚刚退休的职工 这生活规律刚出了 有点花嫩 一开始了 提龙嫁鸟 逗小虫 那个吃喝玩热发神经 慢慢的就想睡觉 无所适从 身体渐渐不适 这个精神不宁 突发奇想 要去寺庙修行 做个老公 正在这时 有人邀请他来到了社区活动中 这个打球唱歌 跳神放风 参加活动 比发做饭演节目 无误群众 听讲座 有交流 快乐无穷 充实的生活 焕发了新生 这就是社区的领导面真心 以及领导老年人 参加活动 这细心关怀 没有来费 多了一个志愿者 少了和尚 希望老年人 走出家庭 走出家庭 就是大千世界 这个大千世界 很多说 人活的就 聊乐呵呵 一辈子要想多快乐 我就送你一个小段 您琢磨 这世界之罪 咱们不讲 我把人生之罪 对您说 水瓶高低品 包含着 好坏 您可是多担担 我总结啊 人生之罪有二十个 罪之如何 如何之罪 咱们先说 首先说 人生 最大的债务是儿孙 最大的敌人是自我 最美的美德是孝顺 第三者 杀骨最缺德 最尊贵的品质是中意 最清静安然的是 高中大佛 咱们人生 最有礼貌的是 敬老爱又 这个行善积德 对快乐 一个人 最失败的是 顺满 最好的德行 人体柔和 最有成绩的是 谦虚 最安稳的生活 是勤而厚得 诺口说 最伟大的人生啊 舍己为人 最伤身体是九色 心无藏娇 包额 最伟大的人生啊 舍己为人 最伤身体是九色 最好的书是修行 最奥妙的是 打坐的人生之辈 就这些 希望大家继心 认同佛保佑 一个美满康宁幸福多 太棒了 这个叫 大蛤蟆 小蛤蟆 大蛤蟆 老哥的快玩打得怎么样呢 反正我是很爱听的 您眼前看到的老哥手里拿的这个小玩意儿呢 您见过吗 您知道吗 能不能勾起您过去的回忆呢 下一期给您展示 老哥家里头的一些过去的小玩意儿 非常有意思 也很有时代感 感谢您的点赞关注 下期再见吧